大家好 我是馬英狗 我的廣東話不用聽不用說 我能夠說的廣東話都說了 說完了 我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參加 各位歡迎我的參會 看到這麼多的僑胞對我的情意 真是非常的感動 這次我到舊金山來 主要是接受山佛大學邀請 在昨天晚上做了一場演講 讓他們了解我們台灣 在過去這段時間所面對的挑戰 各位都知道 從兩年多前 在台灣的政黨輪跡之後 我們在經濟 在能源 在兩岸關係 以及在憲政發展上 都有一些很重要的變化 各位都知道 在我總統任內 八年之內 碰到了三次經濟的衝擊 一上任不到半年 就碰到金融海嘯 可以說是從三十年代的經濟衰退以來 最嚴重的經濟風暴 我們幸好呢 能夠安然的度過 但沒有多久 又發生了歐債的危機 可以說是第二次的風暴 到了我卸任前三年 又出現了全球經濟的萎縮 即使如此 我們八年下來 還能夠勉強維持平均經濟成長 百分之二點九的水準 而在這八年當中 全球經濟成長 平均只有百分之二點二 我們還稍微超過一點 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麼這兩年來 因為全球經濟景氣復甦 所以台灣經濟能夠有百分之二點八的成長 同時我們對外貿易也呈現 十七個月的成長 失業率也降低了 當然這是一件好的事情 不過我剛剛也講 因為全球經濟景氣 像亞洲四小龍 從韓國三點二的成長 那麼香港三點五的成長 新加坡三點七的成長 台灣呢 還是在四小龍當中呢 可以說只有是最後一名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知道台灣的股市也還是不錯 也是在這個差不多百分之十五的成長 但是呢全球的股市呢也都很不錯 從日本到美國都是百分之十九二十 甚至於像德國呢 甚至於像德國呢百分之二十五 但最重要的呢 我們民眾對這個經濟發展的感受呢 是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 這個國內的投資 跟外人的投資呢 都一路都在降低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大陸的觀光客呢 差不多減少了百分之四十 差不多是 這個一百六十七萬人 那麼這一點對於台灣的經濟呢 確實是有比較大的影響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台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能源的危機 在去年的八月十五號呢 發生了全台灣的大停電 那麼使得五個小時呢沒有電 當然主要的原因呢 是我們現在所定的能源政策 要在二零二五年做到非核家園 也就是說我們三座核能電廠 包括第四座呢 通通都要停止發電 然後希望由再生能源來取代 但到目前為止呢 都看不出有成功的可能性 我們政府希望在二零二五年 再生能源能夠達到發電量的百分之二十 但是絕大多數的專家 包括外國的媒體 都認為是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台灣呢 土地有限 要發展 不論是太陽能或者是風能呢 大概我們的土地 只能夠做到全部的百分之二十而已 因此這將來面對的挑戰 還是非常的嚴重 最近我們台灣開放海域 海域的風能的發展 有十八家外商本地商來投資 大概至少有九家能夠上榜 這個發展海域的風能呢 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成本財務的風險非常的大 我看到報紙上說 我們大概在未來二十年 要付出1.9兆的這個經費 這個錢是相當的多 有一位能源官家就估計 這個大概等於1900年 庚子賠款的三倍 那各位知道 庚子賠款是四億五千萬兩的白銀 它是以一兩白銀一千五百塊台幣來算 那這個發的電 發的電 等於我們核四電廠所發的 這個400MW其實是一樣的 因此 因為要增加這麼多的開銷 電費應該是會做至少20%的成長 這也是我們要必須非常小心的 因為各位都知道 一個好的能源 它有四個條件 第一個要穩 供應穩定 第二個要能夠足 供應充分 第三個要能夠連 價錢不能太高 第四個必須要結 就是要連排碳要比較少 目前台灣的能源裡面 只有核能跟煤炭發電能夠做到這樣的條件 我們現在要把天然氣當作主要的能源的供應者50% 這個對台灣來講也是很大的壓力 因為台灣完全不產天然氣必須完全進口 而進口的天然氣呢 它的安全存量在夏天只有七天 只有七天 在其他的季節也只有十二天 如果一個夏天連續在一個週內有兩個颱風 我們就會拉警報 而且目前我們天然氣的接收站 只有高雄的永安跟台中的 台中港兩個地方 我們希望在北部增加一座接收站 到目前為止 新建還非常的困難 所挑選的地方呢 它就是叫做關塘 它大概延長二十公里呢 都是有七千年歷史的藻礁 是一種礁 那麼它所有的環保人士 都認為不應該在那個地方建 所以將來能不能夠建得成呢 還是蠻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整個能源發展呢 對台灣來講非常重要 因為外商都在看 如果能源不夠的話 它的投資呢就會減少 所以這些挑戰呢 我們應該盡可能的 能夠想辦法解決 我想各位 希望我們大家都關心台灣 不但關心台灣的經濟 也希望台灣的兩岸政策呢 能夠趕快的承認九二共識 讓台灣能夠跟大陸呢 恢復和平的協商 我執政八年的時間 讓海峽兩岸呢 能夠達到從1949年以來 最和平跟財人的階段 我們希望這種情況 能夠盡快的恢復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台灣的憲政發展 也有一些受到影響的地方 由於當局推動 所謂的轉型正義 有許多地方呢 是跟我們憲政的規範 是有漢格的 包括呢 把推動的工作 採取了 不是這個無罪推定 而是有罪推定 這是不符合我們憲法的 無論如何呢 都需要我們大家 共同來關心 畢竟呢 台灣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必須要愛護它 讓我們的民主政 民主的制度呢 能夠好好的維持 對全部的台灣人 對甚至於中國大陸 都能夠發生非常好的影響 所以今天到這裡來看家 各位的活動 我非常的高興 希望我們大家 一起來關心台灣 一起來幫助台灣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馬總統 請馬總統留步 我們請主辦單位